经常坐船出海 有一次 遇上了海难 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今天是家父的祭日 在我们老家有个说法 海上丧命的人 要是看到飘荡的小船 都会想要飞上船看看 是不是家人来接自己了 你父亲不会失望的 这世间 怎么会有父亲 对自己的女儿失望呢 把脸上的眼泪擦一擦 对不起啊 今天把你伤着了 没事 不要紧 怎么会没事呢 这的确是我的错 我武功这么高强 你别逞强了 我一会儿通知医馆 给你做一下正骨 然后再喝几天淑金火落的汤药 你的肩膀应该就没事了 多谢羽公子 多谢纸人 还是叫我羽公子比较好 纸人这两个字 我确实不习惯 不喜欢 我是说不习惯 不过 也确实是不喜欢 云姑娘 时间不早了 我得送你回去了 抱歉啊 我必须送你回去 可是 你现在是职人 若是单独和我一起出现 怕是会给公子引来是非 你就这么不想 跟我一起出现吗 你别担心 我不怕是非 我不怕是非 况且 我也是要去别院的 嗯 嗯